太空產業被列為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總統蔡英文14號一大早前往新竹太空中心視察 對台灣發展航太產業給予高度期許 這幾年來從福衛5號到福衛7號 台灣已經開始展現自主研發 自主研製衛星的實力 因此我們第三期的國家太空計畫 總共會在10年內投資251億 今年5月台灣通過首部太空發展法 第三期太空產業計畫 10年內目標自主開發10顆衛星 建立衛星產業供應鏈 美國由SpaceX帶頭發展低軌道衛星產業 韓國近期也宣布要發射2000顆低軌通訊衛星 台灣希望強在2025年 發射第一顆國人自製的低軌道衛星 那麼目前世界各國都積極地進軍太空 蔡英文表示強化太空科技發展可以讓台灣在新的太空時代當中 具有戰略意義地位 台灣的福衛5號福衛7號在光學觀測 跡象領域扮演重要角色 明年太空中心計畫裂風者衛星升空 福衛8號發射計畫也在規劃當中 新台電視林九霞 沈偉彤 台灣新竹報道